接著要跟各位講接地 這個我們以前碰過有沒有 我們在教那個感應體的時候講過對不對 用手碰一下怎麼樣接地 當時教你的時候告訴你說 記得方法叫做接地的時候 沒人疼沒人愛的會不見對不對 不被吸引的會不見嘛 但是你要了解真的會動的是負電會動對不對 這是你講過的 接地是跟地接在一塊 我們大地好大好大 所以當做一個無限大的電容一樣 你的電都會跑進來 跑進來之後我的電壓也不會增加 等於沒有一樣等於沒有一樣 所以接了地之後 就等於是沒有電壓 沒有電壓 就是平了零了沒有電壓 不會有任何事情就讓它接地 接地 多了電跑過去沒事了 所以如果你有做好接地 那你的電雨萬一你有漏電或什麼現象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電就會跑掉了 跑到地上來 你人在這裡呢 沒事不會觸電 雖然可能還有點小電壓 因為它並不完全都是零 可是那個電也不會怎麼樣 沒什麼問題 可是假如 你沒有接地 漏電了 就經過你 到地上 你就觸電了 所以上面畫一個這個 這叫蛤 是 拉拉拉拉 就這樣 OK 所以 所以接地的好處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萬一有漏電的時候 然後可以把多的電怎麼樣弄掉 然後避免你發生觸電的危險 所以接地就是這樣好處 就是這樣好處 萬一避免發生觸電的危險 OK 然後呢 所以就這樣接 你看這個圖上面顯示的 還有一個開關 接在火線上 然後呢 進就來 然後有中性線拉回去 變壓器 然後接一個地 接個地 你現在買一些電器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什麼 維托爐啊 或者是電冰箱洗衣機 或者怎麼樣 它通常會多附一條線 通常是綠色的 通常是綠色的 那就是所謂的接地線 就是希望你拿回家之後 把這條線接地 幫助你 不要出去 那什麼接地 方法一 把它綁在一個大的 金屬的東西上面 一條線上面 讓電能夠跑掉 方法二 插回旁邊插座的 中性線的地方 插回旁邊插座中性線的地方 插進去 拉回電壓器 拉回電壓器 拉回電壓器的地方 拉回電壓器接地 這樣子 萬一有不幸漏電的時候 電荷就會跑掉 然後呢 電壓會比較 萬一有電壓比較低 你就避免你的發生觸電的危險 或者是讓你傷害 所以把它接地 把它拉回去 拉回去 OK 這就是接地的方式 避雷針就是接地 我們講過避雷針 其實叫做引雷針 對不對 一根筋在那邊說 拜託雷來打我吧 請雷來打我 不要打到旁邊的房子 打我吧 所以應該叫引雷針 讓雷打他上去 打到以後呢 就把它拉到下面去 然後底下的地往上 把那個電散掉 把電散掉 然後避免這個電直接去傷害到 我們的電器什麼之類的 OK 所以這就是壞習慣 我們有… 我們就可能為什麼太聰明 能省則省 或者是就是差不多先生 大概…大概就好了 都不接近鏡 所以就該接地的不接地 該接地的不接地 或者是我們很多人會這樣做啊 你買回來再插頭三個孔有沒有 接地板要三個孔對不對 最後一個人是圓的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 平常都插不上去 把它怎麼樣 拔掉 拔掉 就插進去了 表示你就不會接地了 你就少一個接地的動作 你就少…少個接地的動作 你應該那個頭要留著 然後插在上面去 讓它能有接地 這樣會減少觸變 當然… 我也不敢保證 你加那個插頭 那個接地間是對的 你加那個接地間是對的 所以這都是… 這都是一個壞習慣 危險的措施 這就是三個頭的 冷氣機通常 下面是220伏特 220伏特冷氣機 它會是三孔的 其中的兩孔就是接火線 剛剛講過嘛 接火線 接兩條火線幾伏特 220伏特 接兩條火線是220伏特嘛 那最後另外一個是 學會接地線 然後我們的形狀 台灣基本上 形狀台灣基本上有兩種 都長得不一樣 就是你不會插錯啦 你不會插錯 你萬一插錯就好笑啦 你應該是110嘛 插220會發生什麼事情 爆炸起來 就是它會聲音特大然後燒掉 然後燒掉 B平方 電壓變兩倍 功率變四倍 本來10瓦變成40瓦 所以聲音特大 然後砰燒掉 所以怕你誤用 所以插錯的形狀會不一樣 你插不進去 就要了解一下 好 剛剛講過了 知道怎麼樣接110 怎麼樣接4 220 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三孔的插錯 讓你看一下冷氣機的形狀長這樣 就是形狀不一樣 避免誤用 你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來吧